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最近呢秋天了天凉了好多多肉都出状态了 有一些朋友呢让我推荐一些小清新的 适合在办公场所呀放的一些小清新的多肉 简朴淡雅而不是这种美丽啊 今天呢我又给大家推荐几款来 第一款呢我就推荐这一款 这一款的颜色是比较好看的 看一下他这个没有喷水是这个样子 有一层白色的这个双 喷完水之后呢红通通的非常好看 浇完水之后呢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就符合这个肉有的品味 然后呢就是这边的 壁桃这个壁桃呢是一个老品种的 但是能够养出这种黄通通带有颜色的壁桃啊 真的需要下一番工夫 这个品质和噱头呢都是不错的 这个噱头不错的 这个基因也是非常可以的 因为他有些壁桃呢就是长得特别大 没有这种包子状 不像头 有的呢他有光长得特别大 但是不好看 这个呢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是这种的 这个双头的这种非常红通通的非常的可爱 然后呢最近呢还来了一批比较新的一些多肉 我带大家去那边看看 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直播间都在直播 来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比较新奇的多肉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是最近 嗯 一个新款 是一个老装子的 这个叫 叫蓝光嘛 叫蓝光 嗯 有的叫达分机密码 不一样 它有点发蓝的颜色 所以它叫蓝光 那再往下走 先找一下 新品多肉 哎 这边没有新品 咱们去那边找 这个 这个 这个多肉呢 是一个 比较 嗯 比较老的这个品种啊 这个叫低亚 低亚的话 嗯 在秋天的颜色是非常的哇塞啊 而且 它 不怎么怕塞 你不会晒伤 晒伤的几率很低啊 不说不怕 但是晒伤几率很低 一般秋天的话 谁也可以露氧了 这种多肉是露氧了 头很多 嗯 然后呢 咱们再继续寻找 嗯 这是高贵 高贵的话 现在还没有出完全的状况 嗯 出完全状况之后呢 它是非常辣质的那个糊 跟白辣一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橙香槟 这个橙香槟 是控氧的 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突然叫不上来了 但是之前我记得 它非常贵啊 非常的贵 什么了 突然就忘了 挂在嘴边上 然后呢 这一款也是比较新的 这款颜色呢 非常的奇葩 有发白的颜色 红里透白 白里透白 看起来呢 红红红的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哎 看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个 这个 乒乓扶娘锦啊 乒乓扶娘锦啊 乒乓扶娘锦 是一个非常贵的这种桌子 在 在 秋天的时候 它的叶片 会变成红色 然后呢 这个锦啊 是是是是是是 这种黄色 红蓝香肩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它 现在价格降的比较便宜了 可以入手一个 秋天可以入手一个 那边又向了一丝新桌肉 下期给大家介绍